嗨 我是流星 相信有许多玩家都跟我一样 非常期待下半卡池 琳莎的推出吧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玩家 正在犹豫要不要抽琳莎来代替加拉赫的位置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帮大家分析 6命加拉赫跟琳莎这两只角色的优缺点 以及有了6命的加拉赫还需不需要抽琳莎呢? 琳莎应该要抽到几命 才会建议将加拉赫换下来呢? 全部的问题都会在今天这支影片帮大家解答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先说结论 如果你是插P档直接抽就对了 不用管别人说好用或是不好用 自己喜欢比较重要 而且如果你们的主角选的是星 那整个队伍里就只剩下加拉赫这一只男角 只要抽琳莎把加拉赫换下来 就可以全队女角 想想都觉得很香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是输出能力 琳莎跟加拉赫的输出 基本上都是依靠急破伤害跟超急破伤害 但论出伤速度 还是加拉赫会快一点 因为琳莎的主要输出手段是依靠浮原打出来的急破伤害 而浮原的初始速度只有90点 其实要等他发动攻击需要等一点时间 就算琳莎的战技跟终结技都能够拉条 但依然比不上加拉赫的出伤速度 再来就是琳莎想要召唤浮原 需要消耗战技点 如果在搭配0加0流营的情况下 队伍就会发生战技点不够用的问题 所以1加0之前的流营 我会比较推荐6命的加拉赫而不是琳莎 接下来是生存能力 琳莎的战技、终结技跟天赋 都能为我方全体提供治疗 并且她的天赋还能够在浮原发动追加攻击时 解除我方全体的一个负面效果 这点比起加拉赫一次只能解除一只角色的一个负面效果 还要优秀非常多 但是 我这边要说个但是 如果琳莎被控了 就只能慢慢等浮原爬起来 才有办法帮全队解控跟回血 而浮原的速度本身又很慢 搞不好在解控之前遇到一只单体高伤害的角色 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你的辅助角色给送上西天 所以琳莎会比较适合在控场少但debuff多的情况下上场 反之加拉赫本身的效果抵抗就很高 要被控制到其实也蛮难的 就算被控制到了 他的天赋效果也能让我方角色在攻击敌人时回血 就不会像琳莎一样 需要等到浮原爬起来 才能够回复生命值跟解控 会相对更安全一点 虽然加拉赫是单体奶 但在实战中 只需要担心铜血组跟软梅有没有被控场就可以了 而加拉赫想要顾好这两只角色其实一点都不难 因为他的大招能够让自己的行动提前100% 所以想要短时间内帮这两只辅助角色解控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至于留营就不用太担心他了 因为他的速度跟效果抵抗都很高 想要被控制其实也很难 就算被控制了 他的高速也可以让他轻松解除 所以在遇到控场多的情况下 加拉赫的表现会比琳莎还要来得更优秀 最后是这两只角色的血刃能力跟辅助能力 我们先说血刃能力 琳莎的血刃能力之所以很强 是因为他除了普攻以外的所有技能都是群体攻击 也就是说他在遇到敌人很多 并且都有火弱点的情况下 会比加拉赫强很多 但相反的如果敌人的数量很少 而且火弱点需要依靠流营去上 那琳莎跟加拉赫在血刃上的体感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但如果是一命的琳莎 无论是血刃能力还是辅助能力都直接屌打加拉赫 因为琳莎的一命除了能够大幅提升血刃能力 当敌人的弱点被击破时 还能降低敌人的防御力 再来就是辅助能力 琳莎能够提高敌方受到的击破伤害25% 而加拉赫的辅助能力除了给敌人降攻之外 就跟琳莎一样能够提高敌方受到的击破伤害 但加拉赫最多只能提高13.2% 也就是琳莎的一半多一点而已 不过琳莎解锁一命又多了一个降防的效果 所以在增伤能力上 琳莎会比加拉赫还要优秀很多 最后我想要以我的角度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会建议一命之前的流营用加拉赫会比较好 因为一命前的流营会比较好战绩点 如果跟琳莎放在同一队 就会有战绩点不够用的问题 至于一命以上的流营建议优先补软眉的一命再去抽琳莎 因为琳莎一命的降防能力相较于软眉的一命 还多了一条需要击破敌方弱点的条件 就算琳莎的一命能够提供高额的血刃效率 但这也仅限于敌方有火属性弱点的情况下 如果敌方没有火属性弱点又或是所弱点 琳莎一命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最后的抽取顺序就是 流营先抽到一命或是二命 然后再补软眉的一命 最后再考虑抽琳莎的一命 会是CP值最高的抽取方式 最后我想说 如果你的队伍在生存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认为就不需要特别去抽生存位 因为这些成本拿去补主C或是辅助的命座 对整个队伍的提升会更大 当然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琳莎这只角色 直接抽爆就对了 漂亮的大姐姐永远都不嫌多啊 那以上就是加拉赫跟琳莎这两只角色的攻略分析 如果各位喜欢今天这支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个热推 后续我也会推出更详细的琳莎攻略分析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有问题也欢迎在留言区讨论和分享 我是刘欣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